我们就是,这是我们这里所有人,就是他们特别的人的其中的一些。 好,亚洲时间九点钟了。 欢迎回来,谢谢参与我这节课。 我们是学习道次第的一个模块,是我所有上的根源。 我们来到了第四节课,我今天的计划是,我们会做我们平常做的太长的祈祷。 然后,我会读我们文本的诗句,之后我们会说明想前行,之后会有引导性的观想。 之后我们的课会讲,我们在观想里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些的。 我们先集中精神,将注意力放到呼吸上,直到你再听到我说话。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终极的爱 终极的慈悲心 终极的智慧的对象带到一手。 看到他们跟你在一起 他们与他们对你的爱凝视着你 对着你微笑带着极大的慈悲心 他们的智慧散散出了 是金色的球而围着你 我们听到他们说 带到意识里一些你认识 你知道他受苦的 想一下你是如何想要帮助他们的 想一下 如果我们也能以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之后永远都不需要再有这种痛苦 这是何其美妙 Buddha says it's possible 佛陀说这是可能的 我要请你去增长这个愿望 去学会如何去做 去增长这个愿望 成为一种渴望 也许甚至将这种渴望 增长成为一种意图 然后将意识转为面前神圣智者 我们知道他们完全知道我们需要学习什么 我们需要认识什么 我们需要做什么 才能成为一位可以帮助其他生命 离开那种深深的痛苦 所以我们请求他们 请您教导我们 他们是可惜的开心 我们去做出请求 当然他们答应 我们升起感恩之心 我们想要送一些很精美的东西给他们 所以我们想起他们教我们如何创造的纯净世界 我们想象我们能抓住这个净土 我们在手上供养给他们 之后我们做出承诺去编习他们教我们的内容 用到我们归一吻 我们在手上供养给他们做出承诺去编习他们的内容 我们在手上供养给他们做出承诺去编习他们的内容 如是佛刹观想我供养 愿诸有情现见佛净土 在手上供养给他们做出承诺去编习他们的内容 顾养给他们做出承诺去编习他们的内容 在手上供养给他们做出承诺去编习他们的内容 你们可以讲 准备好了吗 我所有上的根源 中喀巴大师1357年到1419年 一切功德之本聚恩主 如礼一指示威到根本 善见词礼多方尽心 恭敬之城一指其加持 依赐所得此闲暇善身 极为难得利大当了之 昼夜恒时求取尽药心 相续不断生起其加持 生命飘摇犹如水中泡 生熟怀灭孤单一年死 死后仍如影伴随身影 黑白山恶月果随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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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得见定解 遇至于罪恶业 即使身小 未细 已断除 一切三杂资良 习承办 恒常谨慎 力行其加持 受用无厌为一切苦门 轮回圆满 时无可依赖 致其过患而与解脱乐 生起极大气球 有其加持 有比清净信念所隐身 政治正面谨慎不放异 教法根本 别解脱律仪 修护以色性要起加持 尤如自多轮回苦海斑 一切如母有情意如是 坚以附和救度终生当 感谢圣菩提心其加持 to take upon myself the task of freeing them all 所有发信日落于三种界 吾有穿习则不成谱其 不见词礼佛子助律仪 猛烈精进修习其加持 与颠倒境散乱令止息 与真法义如礼而似则 即使圣观以及双运道 迅速生起起加持 共道政治令转神法器 诸诚终至最圣金刚正 彼有有福 众圣生门尽 无难顺利得入及加持 彼时成就了解 二习地之机 佛双乃味 静静诗言界 博得无造作之定解以 众舍命雇守护其加持 而后 未许信要二次地 如礼通达要义而精勤 行持四座瑜伽不散乱 如生所教而修其加持 对于一切与四座的在乱 从未离开 而无法离开 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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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加持 生生世世 不离正上司 受用一切法治妙功德 圆满一切地与道功德 及运输的金刚持果位 稳定身体进入一个舒服的姿势 是你可以安定下来的 安定清醒的 快快扫描身体 邀请紧绷的地方去放松 将注意力带到呼吸上 那个你鼻孔的感觉 就好像它是最奇妙的东西 如何粗 如何静 直到你再听到我的声音 adjust your alertness 调整 as you focus 你装住的时候的金醒 我会给你 真的是 今天 太高了 你 我 没 你 你 我们 在 现在热意将你的专注对象转向阿贵的生者 看到和感受到你这个指导给你的爱 他们的慈悲心 他们的智慧 他们的善 他们一定是付出的努力 去看到他们自己是全然憎悟者 他们就跟你在一起 感到你对他们的仰慕 你真的能增长同样的品质 他们很渴望想要帮助你这样做 请感受你对他们的仰慕 在仰慕里向他们顶礼 你仰慕他们的什么呢 你是如何想要有能力得到这些好的品质 想起一些东西是你从他们这里学习的 感受到一种感恩之心 在仰慕里的仰慕里 包含这个东西 是告诉他们 你是如何跟从他们所教你的而做 无论这件事对你来说 是如何的威想 他们是非常的开心 去看到你听到自己告诉他们 你成功了的地方 在你的行为上 在你调整自己行为的路上 你的成功 你感到非常的有安全感 你能够对他们坦诚 你能够对他们坦诚 去承认一些你有的负面种子 这些是来自于一些过去的行为 这些行为 当他的结果回来的时候 是不愉快的 你不想要这个结果 想一下这个状况 跟他们解释 所发生的事实 不要去说道理 只要说你做了什么就可以 向这个珍贵的对象 去解释 你对于意识种子 如何回来打开给你的结果 你的这些理解 你要感受到真诚的后悔 是因为你有知识之后 是因为你有知识之后 得到的后悔 告诉他们 你想要做出一些事情 来对治这个种子 也许他们说 好啊 就做这个冥想吧 在这节课上 这个冥想 然后 做出对治力 想着 下一次 当你在同样的一个状况里 做出一个计划 你会给出一个不同的反应 下定决心 跟自己说 在你正规的指导面前说 你会这样做出一个不同的行为 当你的对治力完成了 你的第四个力量完成了 那些封面的种子 就会被破坏掉 不能再伤害你 接下来 以随喜之心填满你的心 告诉这个珍贵的对象 另外一件 你感到很骄傲的事 想象你是一个小孩子 下课之后回家 给妈妈去看 你用面图 来创造的一个很美的东西 你还记得那个感觉吗 告诉这个神圣的对象 告诉他们 你看到另外一个人做的事 然后请求他们 请他们留在你的附近 请求他们去帮助你的生命里 帮助过你 支持过你的人 也要留在你的身边 请求他们继续去指导你 和教导你 支持你 甚至于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挑战你 最后 最后 请求他们教你 学会这个冥想 这是道次第的曼陀罗 将我们刚刚造的善业 去回想给到那个 你想要帮助的人 会某程度上 他会 有一天 发现 他的行为 是创造他们的这样 去得到一种感觉 去得到一种感觉 你将这个 推动 然后将注意力 放回到呼吸上 放松你的专注 如果身体需要 稍微移动一下 现在可以 然后再次安静下来 听着 听着 容许 这个 电影的画面 来到你的观想里 我会描述 我们之后 才前冲细节 发现自己 站在一道 很美的蓝色大门 面前 你的手 在手把上 这是一道 碰向 菩萨门 菩萨房间的门 在这个 大楼里 这些房间 是将你 连接到 你自己 是成为 全然 侦物者的 这个园体 你的手 在门 打上 因为 在你的心里 你愿望成为 一个能够 帮助其他人 如何 永久地 停止他们 痛苦的人 你不 赞满足 于 只是 以 事须的方式 去帮助 其他人 你 渴望 需要有能力 去影响 其他人 以这种 不可思议的 争认的方法 去付给予 他们力量 打开这三门 按进去 你 在一个 六角形的房间里 你在 其中一端 你直接的对面 另外一端 有一个红色的门 是出口 你看到 你看到房间的中间 有一个很大的 土香 土香的盘子 里面有沙 里面有很多只土香 都是烧 在燃烧 它们烧到不同的程度 土香的烟 是蓝色的烟 在悄悄 潜满了房间 带着他们的土香 带着神圣的感觉 发现到 房间里 充满了粉色的烟雾 房间很舒服 吸入这个香味 这个烟 心知道 你在增长 你的菩提心 你在增长 帮助所有生命 以终极的方法 离开痛苦的生命的愿望 增长这种 信息去体验 终极现实的愿望 乃至于你能 帮助其他人 同样做到 这个图像 代表 我们的意识里 充满了菩提心 我们 达到全然 证悟的愿望 就是为了 所有 有情众生 让你的渴望增长 向房间里面 走一步 转向左边 这六角形的第一面墙 斜斜的 它代表 布式的波罗蜜 在夹子 上面看到 四个很美的 礼物箱子 它们的盖是打开的 在每一个礼物盒里 都有 一个不同的礼物 是你会向其他人 送出的 这就是布式的波罗蜜 有四个部分 实体物质的布式 就是第一个盒子 当你看进去的时候 看到 一些东西 是代表 你以物体的东西 去送给其他人 是其他人需要的 或者想要的东西 无论你 脑海里 第一件出现的是什么 你都在盒子里看到 想一下 其他人是如何的感觉 当你有机会 将这个东西 送给他们的时候 然后看进第二个盒子 它代表 给予保护 保护他们 免受恐惧 给予他们安全感 给予他们 情绪上的舒服 而 更加上是 情绪上的 对你来说 这个盒子里 有什么呢 可以代表 你给予了 保护呢 想象 你将这个 给到 有需要的人 这个是如何 可以带给他们 一种安全 安稳的感觉 第三个盒子 是爱 不是的波罗蜜 爱的意思是 我想你 是幸福 在这个盒子里 有一个东西 是可以代表 给予另外一个人 这个体验 这个体验 是他们 知道你想 他们得到 幸福 你爱他们 对 对 行为 想一下 他们是 感到 和其 的 开心 当你做出爱不失的行为的时候 也许只是给到一个 一天过得不好的人一个微笑 而第四个盒子 是法不失 这不只是指 给予一些类似金刚经这种佛法的书籍 而意思是 给予指导 给予帮助 给予提示 教他们笔的故事 增享佛法的智慧 这些指引 布施的波罗密是愿意给出这一切 在任何时候我们遇到可以给予的状况 我们都很愿意 这可以是一辈子的修行 然后从这面墙 转身 通过刚才进门的那道门 去到房子右边的这一面墙 这一面墙代表 直接的波罗密 过着道德的生活方式 看到这面墙 的树架上 有一个棚栽 很美的古老的棚栽 有一个棚子 有泥土 下面有根 代表我们的归衣 我们归衣之后 所给到我们的指引 就是要持守我们的别解脱戒 是避免伤害其他生命 而这种伤害 避免伤害其他生命的方法 是越来越细微的这些层次 这个是我们的基础 是我们的道德训练的最高层次 这个盆栽的树干 代表我们的菩萨界 菩萨界是一个指引 去指导我们 去修行六度 这个持戒的层次 也是拒绝 对人做出伤害 但是这个是多一层 就是要找到方法 去对其他人善良 这就是 做善 而那些椰子 甚至是有一些 刚刚开始成熟的水果 这些代表 所有 所有 职界的词 其他层次 这些层次 包含了我们 想要达到证物的愿望 意思是包含了 我们想要得到这个能力 去帮助其他人 永久停止他们的痛苦 这种更高层次的持戒 以 椰子 水果 花朵 来呈现 这个盆栽的树 代表直接的波罗蜜 需要我们小心去爱护 然后 凝视着这棵树之后 转向左边 走到左边正面墙 前面 这个代表 不生气的波罗蜜 当你遇到 会让你生气的状况 我们称之为 忍辱的波罗蜜 德西老师描述一个画面 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有一个很美的水池 很安静 这是一个很平静的地方 然后水池上的边缘 有一个木头 是从一棵树掉下的 这个木头很适合坐下来 可以享受这个水池的安静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要提醒我们 忍辱的这个波罗蜜 几天大师会 教导我们 当我们感到不开心的时候 要好像木头上面突出的一块一样 意思是 当你不开心生气的时候 不要给出任何反应 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 坐在这个木头上 等一下 等一下 直到你的意识 跟你的心 达到一个状态 就好像这个平静的水池 这么安定一样 才去给出反应 这个就是耐心的这种圆满 因为当我们回应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着 从智慧而升起的那种善意 而做出回应 这种忍耐的圆满 现在转身 180度 通过图像的那个盘 去到跟着面墙 对着平行的墙 这个是精进的 波罗蜜的一面墙 就是 你修行所有其他 波罗蜜的时候 你很享受 无论你遇到的状况 是困难的 或者是容易的 或者是好玩的 或者是不好玩的 你都很享受 你都觉得开心 因为 是你有了 这种知识的增长 所以我们觉察到 我们所拥有的 这些机会 无论我们遇到 一些好的遭遇 或者不好的遭遇 我们都很积极 想要利用这些遭遇 所以 这面墙 这个状况 我们看到 这代表 我们要 在做山的时候 去享受 我喜欢去 想着 孩子 在学校 去玩游戏 一个孩子 假装 一个孩子 假装是老师 一个孩子 假装是校长 一个孩子 假装是学生 他们是玩的 如何 开心 他们的朋友 教导他们 hear the giggle 你听到他们 在大厢 enjoy them playing 孩子们 享受 他们的游戏 and think of yourself I don't know 想象自己 serving food at a homeless kitchen 比如说 在 无家可归者的 那些地方 去给他们食物 你也感到 同样的开心 前四个 波罗蜜 练习 是能帮助 我们 增长 我们的善 允许我们 更深入的 冥想 允许我们 更准确的 理解空性 这个就能 允许我们 自己能 以更大的 智慧 去应用 前四个 波罗蜜 这个又能 增长我们的 冥想 又能增长 我们的智慧 所以 请从 精进的 这面墙 走向 另外 前面 一面墙 它前面 有一个 显微镜 上面写着 每天 每小时 用我一次 记着 我们要学习 如何去调整 它的 专注度 然后我们要 调整 然后再 专注 我们现在 在回顾 这个 工具 但是 这个不是 我们的 目标 所以 拿起 这个 显微镜 去到 斜对面 最后 一面 墙 通过 这个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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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另外一面 墙 这里 有一颗 钻石 代表 空性 将 这个 钻石 放在 这个 显微镜上 在 显微镜 放上 十倍 放大的 这个 镜头 调整 专注度 然后 放上 一百倍 放大 再调整 然后 放上 一千倍 放大 然后 再调整 这个 代表 我们 走得 更加 更加的 深入 深入又 深入 进去 我们 冥想 对象的 空性 然后 一直 跟你在 一起的 神心 指导 他拍拍 你的肩膀 说 很好 你准备好了 是时候了 他们打开 这扇 红色的门 进去了 关顶的 房间 是一个 红色 水晶 布满 光纤的 房子 中间 有一个 坛 有一个 坛城 你的上师 现在 穿着 袍子 带满了 珠宝 这里 这个房间 里有四个 工作台 他 主意带你 去每个 工作台 你在每一个 台子 前面 得到一个 东西 然后 到了最后 他们 交给你 一本 戒律的 书 是你的 金刚 戒 的书 还有一个 修行文本 你现在 感觉 不一样了 跟以前 所有 得到的 感觉 都不同 然后 你走进 戒律的 走廊 要 执守 最 纯净的 戒律 在这条 走廊上 有一些 生命 在大声 地念 诵 这些 戒律 然后 走到 这个 房间 就代表 你个人 去 记录 你行为 的 系统 在这个 房间 你 有一些 东西 提醒 你这么 多年来 是如何 去做 这个 记录的 你要 为自己 而感到 开心 当你的 戒律 很强大了 已经 净化了 我们 进入 创造 阶段 的 房间 在 入口 你看到 里面 有一些 看下来 很 平凡 的人 他们的 行为 很 平凡 像 凡人 一样 你用 你 修行的 文本 你 持守 你的 戒律 当 你通过 这个 房间 的时候 嗯 里面的 其他人 开始 看上去 开始 感觉 的 行为 开始 很 值得 怀疑 好像 有点 神圣 直到 你 去到 这个 房间 的 另外 一面 这 时候 你 身边 所有 这些人 看上去 都是 天使 他们 都 站在 附近 准备好 指导 你 和帮助 你 每一个 都是你 练习的 对象 通向 下一个 房间的 门 打开了 这个是 一天 四次 修行的 走廊 你会 遇到 这些 状况 是 你的 情景 让你 一天 有四次 可以 给你 净修 来准备好 你的 身体 和意识 来 为 金刚 圣 做出 准备 这个 房间 有一些 东西 可以 代表 一天 四次 的 这些 净修 都是 准备好 来 帮 我们 累积 我们 的 功德 当 这些 功德 成熟 打开 的时候 就 打开 成为 完成 阶段 的 练习 所以 你 通过 这四个 工作坛 然后 达到 这间 很美丽 的 完成 阶段 房间 的 门 你 打开 这扇 门 在 房子 你看到 所有 这些 很糟糕的 扭曲的 水管 你 你 吓到 但是 你知道 你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你完成 阶段的 老师 跟你在一起 他们 有 指导 教你 有 那个 冥想 店 有 你的 修行 一切 你需要的 东西 当 你跟随 他们的 指导 去做 这些 练习 去做 这些 冥想 的时候 你看到 这些 水管 开始 伸直了 开始 进化了 开始 变得 平行 甚至于 合一 成为 一条 水管 当你 跟随着 这种 练习 的时候 你的 修行 变得 越来越 细微 越来越 精准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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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双 扇的 门 打开了 再 踏一步 你就 发现 你 已经 在 这个 庭园 的 中间 是 一个 存在 闪现 出 终极的 爱 终极的 慈悲 终极的 智慧 下一 一刹那 你发现 你化身成 两个 四个 然后 所有 存在的 生命 然后去 帮助 他们 去得到 他们 需要得到的 东西 帮助 他们 放下 他们需要 放下的 你对 他们 每一个 都同样 去投入 直到 他们 都 达到 同样 的 状况 同样 的 状态 你开展了 你一直 受训 要 买出的 这个 事业 生生 世世 的 事业 恭喜 你们 我让你们 停在这里 但是 现在 请将你 身体的 一些部分 带回到 当下 那时 觉察到 你的 房间 你的 呼吸 当你准备 好的时候 睁开 眼睛 睁展 睁展 一下 但是 不要 相信 你 眼前 所看到 做得很好 你们冥想了 超过 半个 小时 几乎 没动 做得很好 现在 我们 休息一下 然后 我们 就会 去 解释 我们 刚才 学到 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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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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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多讲一下这六个波罗蜜 这六度 关于六度有很多可以讲的 这其实是ACI课程的一个广告 因为里面都有教六度 但是我发现很有帮助的是 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房间叫菩萨房间 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多 我们上一节课有讲过关于我们上一节课有讲过关于这六度 被伤害就会变成更生气 我们得到智能得到智慧的一种圆满的一个过程但是它不是最终的那个圆满 但是我先讲前四个波罗蜜就是不是直接安忍跟精进 这些是关于这些是关于这些种子这些种子会承受打开将我们的色身成为全然真物者 然后我们的化身是由这四个波罗蜜来组成的 这些是我们以智慧来做出的行为 然后冥想的专注跟智慧这两个波罗蜜 创造了种子给我们了成佛的意识部分 意思就是你的全知和你所有其他身的这些空性 所以全知你要去想是代表 感知到显现的现实和所有这些显现的现实的各个方面的空性 你要同时感知到两者 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不能理解的 所以最后两个波罗蜜 创造了我们的意识 我们得到证物的这种意识 然后前四个波罗蜜的也创造了这些显现的性质 你说两者都得到了 你不是得到一个得不到另外一个 同样的六度是互相依赖的 感觉是我们是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个去修行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学习 我们就知道不是的 我们是六个同时在练习的 我们只是每一次可能我们的行为 我们专注在一个上面 对于布施有四种布施 我们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们是先给予物质的东西 这叫财布施 很大程度是因为这种布施是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里很多时候已经在做了 但是更多是因为 如果一个人他们连他们物质的需要 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他们在意识上是没有空间 或者他们没有能力 或者他们没有兴趣 去听人家跟他说 你的行为创造了你的现实 你改变你的行为 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现实 他们已经太地恶了 他们很恶 所以同样的状况 对于我们的将来 我们将来的下意识 如果我们想要留在这条道上 我们需要确保 我们是创在我们的下辈子 是我们的需求是得到满足的 我们不是为了生存需要挣扎的人 我们想要说 起码我们现在没有人是 以这种方式去为了生存而挣扎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 布施的波罗蜜的第一个是财布施 是先给这些在生活里 很难生存的人给予他们物质的东西 让他们感到一点舒服 就可以开始跟他们连接 之后就可以用更深入的方式 去帮助我们 这也能确保我们可以留在这条道上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做 这个不是的终点 这个是一个额外的好处 而是我们认知到 这是其中一个成分 就是我们的舒适 是来自于我们给予其他人舒适 然后不然间 我们给予其他人舒适 这变得比我找到我自己的舒适更重要了 然后下一个不是 不失是无谓不失 就是安全感 我们所有人都有需求 然后不然间我们的世界都不在安全 这个很奇怪对吧 一点都不可笑 这个太可怕了 所以给予安全感 无谓不失 就是给予他们安全的地方 不受威胁 就是不受其他人的批评 不受侮辱 甚至于安全感 是去到一个机会的程度 就是 你在一群鸟旁边走过 他们就放箭飞走了 或者你感觉到了 然后就是你在过路之前 先小心注意到他们的安全感 我们有没有在乎 那些蚂蚁呢 我们是不是 跨过他们的时候 它高一点去确保他们 没有注意到我们 威胁到他们呢 这些方法就是 我们要给予其他人 一个安全的空间 这个就是我们能 为所有生命 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 当我们讲到直接的时候 我们会再次讲到这一点 然后第三种故事 是爱不失 你们知道 当有人为你做了一些事的时候 你的感觉是如何 就是你都没有要求 你都没有暗示 然后他们就给到你 就好像他们读懂你的念头一样 然后给到你你想要的东西 你就感觉到这是何其的特别 你就觉得 他们真的懂我 他们很想要让我开心 这个感觉真好 感觉真特别 所以这个爱不失 就是我们要给到 哇 他觉得我很特别 这种感觉的波罗蜜 无论我们认不认识他们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他们 是吧 因为你对你爱的人 这样去做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们也要在我们的修行里 做得越来越细微 我们也延伸到 我们不太喜欢的人 我们也做 然后最后一个 法布师 意思是 分享 我们的行为 创造了我们意识的名印 去打开成为我们的现实 这种智慧 这个就是 代表我们有能力 创造我们的将来 但是 前提是 当他们准备好了 当时间对了 你就去分享 而且他们有问 他们有请你去分享 在这之前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行为 去分享 法布师 我们是通过 作为一个榜样 去给他们看到了 当遇到一个状况 所有人都以为 你是会以一种标准 人类的方式去回应 但是你没有 你没有这样去回应 这个就是 法布师 因为到最终 不久的将来 他肯定会问你 他们会说 这个这么笨的老板 不停说这些笨话 你怎么可以 闭嘴不回应过去 他们会这样问你 然后你就会说 啊我知道 因为我学了20年 这个时候 就是可以去分享 这样去做的意愿 就是这个不失的 波罗蜜 我们永远不会有 足够的物质东西 去给到所有的生命 让到这个世界没有再贫穷 而我们有的是一种意识状态 是我们愿意去给出这种高层次的对于空心的理解 然后对于世界的波罗蜜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避免伤害 找到更多的方法去越来越善良 然后当你有意识去做出这两者 然后在这个愿望里 在这些波罗蜜里 带着一个愿望 是你想要帮助所有生命 达到终极的幸福 这个意识状态 带着这个愿望的种子 跟我们没有带着这种意识状态的种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对其他人的这些行为的结果 也会完全不一样 持戒有包含很多不同的层次 然后我们讲下一个 是安忍的这个波罗蜜 我讲过了是不生气的意思 但是这个也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阶段发生 因为你不是 你没有办法去决定好的 我现在成为菩萨 我不再生气 然后你一旦有一件事情 有人跟你说了一句话 你就 我就很生气了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生气的这个波罗蜜 是要学习这种正念 让我去识别到 我开始生气了 我的自然反应要丢出来了 我要开始批评回去了 现在我要好像这个木头上面的一块 突出的一样 直到这件事情过去了 直到我够冷静 去说出正面的话 而不是批评的话 对不起 你不开心 我如何能够帮助你 类似这样 这个感觉 我还是生气的感觉 还没走之前 我就拒绝去给出反应 这个可以烧掉一大堆生气的种子 因为我没有再次种下 然后下一次 你还是会生气 但是 可能我能更快一点识别出来 然后成为木头上面的那一块东西 然后想一些善良友善的东西 然后回送出去 回想 然后这个要持续多久 要多久就多久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当你遇到同样的状况 你现在只是 稍微不开心 然后你 以善良出回应 就变得更容易了 你就会自己感到很定压 因为你在一个 你以为你会很生气的状况 但是这个生气没有生气 而且你的反应 甚至是跟不同 就是比你以为会给出的反应不一样 因为你对这个状况的感知已经不一样了 然后上一个月我还是非常生气 但是现在好吧 是这个情况 这样就会慢慢慢慢的成长 这个 有这种正念去 不太快给出反应的能力 会增长 来自于我们练习这种安人的不是 我们练习不生气 然后我们要 做这些的时候要很享受 在冥想里去练习这些概念 练习这个状况 这个很烦人的人 批评我的人 所有这些的空性 因为我们练习 我们在冥想里 说如果我批评其他人 当然会回来 一定的 所以这六个波罗蜜 不是一个循环 而是一整体的一起练习的 每一个在另外其他的里面 所有这些行为 以求让这些成为菩萨型 需要我们带着这个愿望的意识 因为这个就是可以将这些行为 菩萨的行为 弄下了我们成佛的种子 而不是我们有下一辈子的种子 但是我们有下一辈子 也不是一个坏事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 这一个道次第的目的 所以我们菩萨房间 充满了这种香味 这个香味代表 我想要得到我的全然果位 让我能够帮助所有其他生命 达到他们的果位 让他们帮助的人 也达到他们的果位 然后他们也可以帮助其他生命 这个就可以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这个就是菩提心 这种意识状态 就将我们成为了菩萨 我来分享词汇的屏幕 菩萨的藏文 这张族意思是佛 意思是想要成为 想要成为的人 他们说是勇士 范文是菩萨 因为萨真的就是勇士 菩提就是佛 所以听起来 你已经是佛了 而你是一个勇士 但是其实这个词 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是 我是一个勇士 我在对峙我自己的烦恼 而至于我有一天可以成佛 我喜欢这个词 就是想要成佛的勇士 我们是如何来到菩萨 这个房间的呢 你还不知道 我们之前站在外面 守在门拔上 准备要进去 现在 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 所以在这个门的外面 当我们守在门拔上的时候 我们来 在我们的意识图片 有一个海报 上面列出了菩萨界 64个菩萨行为的指引 去教我们如何成为 然后有一个照片 照片上面有一个 受到很巨大痛苦的人 可能是你认识的人 可能是一群人 是我们世界上的一些生命 让你心里觉得 这个真的不能接受的痛苦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即使是我们觉得 完全没有能力做任何事 这个照片太痛苦了 我们没有人想要看它 但是将它放在你菩萨房间的门上 然后将学习 跟随这些菩萨界来生活 去连接到 我们要完全 永久停止 这种痛苦的钥匙 所以我们的动机 就是要为了这些人 进去这个六角形的房间 我们是如何去到里面的呢 就是可能对于我们 甚至可能不认识的人 感到很关怀 想要改变他们的痛苦 我们想要每一秒钟 都要改变我们的行为 这里我们可以读 几节我们的诗句 I have slipped and fallen into the sea of this suffering life Bless me to see that every living being Everyone my own mother 犹如刺多轮回苦海般 一切如母 友情亦如世 先以附和救度终生诞 安息圣菩提心 其加持 虽有发心若于三种界 无有穿习则不成菩提 善见词礼佛子助律仪 猛烈精进 修习其加持 所以这些菩萨界 就是圣洁的孩子的戒律 就是菩萨界的安语 传统上 我们学习菩萨界是什么 如何持守 做什么会破戒 如何修复 我们学完这些 我们才去受戒 而事实上 这个系统 甚至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建立菩萨 菩提愿 就是作为一个愿望 有一天我会受这些菩萨界 所以我们可以 受一个戒 去得到这个菩提心 很强的菩提心 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戒律 去生活 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危机 我们去破坏他们 因为我们已经学到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练习 当我们的愿望 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我们准备好了 真正去受戒 去做出行动 这个时候我们才进行那个仪式 来受这种菩萨界 所以这里这一句说 要祝福我 看得很清楚 这个愿望是不足够的 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 我们的行为 我们真的会很长很长很长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成果 所以宗喀巴大师说的是 是的 要有这个愿望是很好的 哪怕只是 闪过的一个 较小的愿望 也是 很好很好 但是如果能让这个愿望 在我们的意识里 慢慢增长 这个甚至更好 但是就是直到我们 以我们的行动去 启动这个愿望 这个我们才不会丢失 所以我们以受菩萨界 这个方法去启动这个行为 这个就会让我们的菩提 愿望变得更强 这个意思 不是说你如果做菩萨行 但是你没有受菩萨界 这个不算 不是这样的 这个也算 但是 为什么我们要 发出这个愿望 去做出菩萨行呢 因为我们识别出来了 我们达到了一个程度 是我们决定了 我们自己的痛苦太多了 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识别到 如果我说我的痛苦难以接受 这个 你只是这样说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又如何 他们受的苦比我的更多 所有世界观都会说 这些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越来越了解 业力和空性的时候 就好像说 是的 他们的行为创造了 他们的世界 但是 好像 这个是错误了 那 我有足够的散 是看到如果 我去帮助他们的时候 到了一个点 到了一个点 我不能再忍受 我只是自己保有这个秘密 起码我想要通过我的行为 去给世界去看 希望有一天 这个能发出一些影响 这个传统 如何去增长我们对别人的东西的其中一个方法 是真的会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给我们去看 每一个生命 以前是如何成为我们的母亲 这个练习 当我们刚刚才开始学习业力和空性的时候 是很难的 但是我想要 讲一下 为什么在传统上 去 说出我们的母亲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传统上 母亲是很重要的生命 你知道我们西方世界 开始失去了这种概念 我们亚洲称之为 孝顺 我们亚洲人 有孝顺这个观点 有一大堆道理 为什么 母亲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 欠了他们 所以这就是 这种个人责任的感觉 我们增长这种个人责任 想要帮助所有生命 所以中科大师在这里 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将我们带得更深入 这两句 第七节和第八节 是要触发我们里面 一个愿望和一个意愿 去以菩萨界来 引导我们的行为 我之前也说过了 你要受这些界的时候 你要学习这些界 所以我现在等 就是打了一个广告 Sumati老师 我的 我的先生 明天开始 在美国时间 十点早上十点 开始教授ACI七节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 想要学习的话 你们可以 上这一个七节的课 你只有这个门票 可以收接 好 打完广告了 我们回到内容 我们是如何来到了 我要掉下去了这个境地 这个就好像我们要 倒顺序去看回去 因为就好像我们要倒顺序 我直接去清楚地解释 要知道我个人是有责任 让所有生命得到幸福 的前提是 我要先理解 缘起的深入 深圳智慧的过程 这个我们才能有这样的理解 这个过程就是我要自己去想 我如何对待其他人 去教下了一个名印 然后这个名印会 带给我我将来的体验 然后将来这个体验 会导致我做出更多的名印 然后再带给我更多将来的体验 然后这整个过程 不一定是立刻立刻每一个当下就发生 这些种子种下了 可能要等一阵子才成熟 所以我现在所种下的 是将来打开的 我现在打开的是我以前种下的 所以有一个时间差 因为有这个时间差 我们其实不能亲自直接体验到 我现在的行为是如何创造我的体验 因为我现在的行为 其实确实没有创造了我当下的体验 我们以为会 但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做很多探索 是真的能理解 佛陀所教的所有这些内容 说没有自信 他的意思不是是 没有东西存在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不是说 完全没有东西 为什么他这样说 我不知道 所以作为一个新的学生 这个老师很多时候 不会一开始 就教这些新学生 最高最高的这些世界观 除非他们在你身上 看到你准备好了 但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更适合的是一步一步来 所以有说有三个层次 是其实 佛教练习有三个层次 有人说是四 但是其实有人说是三个层次 我再提到的是下面这个 这些是梵文词 我们稍后才学梵文 这里 Hina Yana 小圣 三个你都看到Yana圣 一是就是一个器皿 然后有说是 作为器皿的能力 就是比如说 这种不同车辆的 他们的功率 所以就是你能承载多少的 这种器皿的能力 Hina是小 比较小或者 我喜欢说是初学者 但是这个不太对 这里说的是小圣 然后Mahayana 是大圣 Mah is大 这些看上来应该 之间有其他 但是小圣这些 小圣下面再有更小更小的 还有中间小的 这些称为圣文跟圆诀 我这次没有写下来 然后右面这个 Fajrayana 是金刚圣 是金刚圣的意思 这个其实不是第三种能力 不是第三种层次 而它是大圣这边在一起的 大圣有一个 大圣的经典圣 然后大圣有一个金刚圣 所以大圣下面就有两个圣 然后小圣下面也有更小的圣 我讲这些 是因为小圣的修行者 是一个层次 他们的修行的动机 只想要他们自己去理解痛苦 理解过去世和将来世 他们想要足够理解 理解到业力和结果 因为他们害怕 这一辈子 他们过世过后 他们会丢进地狱 恶鬼和旁生的道 他们想要阻止这些 这个就好像修行的理论层次 我们讲的不是小声的 无丧 无相做 我们不是讲这些 如果我们真的是很开始的初学者 我们刚刚开始练习 灵性修行 这个就会是我们 第一个会害怕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会去皈依 因为这里说的是 看着你可以关上这些 投身恶趣的门 你可以对自己确保 你可以再次投身为人 我要做到这样的话 我要做什么呢 你就要开始保护生命 开始不要伤害其他生命 如果你做得够好 你就可以破坏掉 你投身恶趣的这些种子 所以你要做你的进化 要停止去伤害其他生命 然后你就可能成为 正正正正正正正 去避免伤害生命的人 但是成为一个很小心 不要伤害其他生命 这个不是佛陀的用意 修行的下一个层次是 是的 我想要关上 投身恶趣的门 但是我理解到 痛苦和业力和空性 我足够了解 我想要足够了解 去永久去停止这些烦恼 然后我就可以达到 涅槃的层次 达到涅槃的状况 我就没有再有痛苦 我就可以去到这种意识状态 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避免伤害其他生命 我更加努力去帮助其他人 然后我学习生命之轮的每一步 所以当我做每一步的时候 他们说 有一些生命 真的涅槃 是完全 终止所有烦恼 但这不是佛果位 这个是没有得到全知的这种意识状态 我不确定这里 有没有化身 但是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 佛陀同时间 化身成无数身体的这种化身 但是这个时候 你的烦恼永久没有了 但是某程度上 这有一天 出发了你有一个愿望 去跟所有受苦的生命 都可以互动 因为你的慈悲心一直去增长 我们清除了我们 达到全知的这种障碍 所以这种达到涅槃的这种生命 他们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 再次得到人生 然后他们就练习他们的慈悲心 增长慈悲心 最后要达到最终的果位 老师 我还不是百分之百明白 在大圣里 我们跟随一个道 因为我们想要 直接触碰金刚世界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那个流 去到就是比如说七阶所说的那个阶段 但是在小圣 他们不是也是通过这个道才去到涅槃吗 你所说的是武道 另外有一个武道 他们通过的是武道 但是在他们的武道所经历的是不同的 就是跟声闻 原觉 他们所经历的武道 跟大圣修行者经历的武道是不一样的 我能不能直接对比 我们都要分开来谈论 好 谢谢老师 刚才讲到了达到涅槃的生命 重新投身成人 来增长他们的慈悲 对了 理论上 当我们第一次遇到我们的道的时候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想要关上投身而去的门 然后老师的工作是要鼓励我们 更深的向前走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想要真的涅槃 然后当老师看到事实 为了一个人达到涅槃 是有一种延误的 他们就有机会去鼓励我们 去认出来说 如果我们停止我自己的烦恼 一定是对的 是我也能停止 所有其他生命的烦恼 然后我起码想要为我所爱的人 这样去做 然后当我们一直学习这些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单单为了我所爱的人 而这样去做 是不够的 我想要为所有生命来做 一个都不漏 都不漏 因为这个就能将我带到 这个全知的意识状态 所以我们的上师就会出现 来带领我们 来指导我们 推动我们 去识别我们有的这个能力 我们有能力成为全然政务者 这些帮助所有其他生命 也做到的这种生命 而我们是有种子的 我们听到了 就好像 我之前不知道我想要 但是现在我听闻了 没有其他东西更好了 好像格西老师所说的 你站在十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你看到所有生命的每一张面孔 你就想要救他们每一位 你想对每一个人 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说 我想要做到 所以就是你在心里想 我深深的深入 我的心里是想要的 但是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 你如何能这样去说呢 你如何能说 我想要站在无数个星球上 有很多无数的生命 但是这些种子打开了 你听闻了 你回应了 这些就是 带我们站在这个菩萨房间门前的 这个种子 但是 在我们去到这个房间之前 还有几个房间 因为要到达 这个房间需要很多很多 非凡的好种子 过去的善 所以某程度上 我们以前照下了善 去得到那个机会 去听闻关于这些菩萨 然后感到吸引 我们以前是如何 照下所有的善呢 就是我们通过所有这些房间 去到那个菩萨房间的门 这些房间 就是大大小小 有很多玩具的这些房间 这些房间里有很多 那些树架 上面有不同的墙壁 有不同的镜子 我重新说一次 有很多玩具 在架子上面 就是那个六角形的房间 有这些水晶的墙壁 这些屋顶 你能想象 这样的房间 会让你多混淆吗 这些玩具 都是玻璃的 然后我们的人物 是要从这个房间的入口 通过这个迷宫 一堆玻璃的迷宫 不要打破 不要打碎它们 然后去到另外一扇门 去到这个菩萨房间的这扇门 但是中间路上 所有都是金子 这个代表 学习业力和结果 学习生命之轮 学习 学习 业果 持不上的业果 学习我们的戒律 也要常常思维 我们的戒律 思考 持这些戒的业果 因为持守这些戒律 我们避免 做下的行为的这些业果 所有这些 都是一些行为 去帮我们种下了种子 去创造我个人痛苦的终结 还有我们的能力 去将所有生命 去停止它们的痛苦 所以这个房间代表 我们是如何小心去 跟其他人互动 以至于我们 小心不去伤害任何人 任何生命 我们不以任何细微的方式 去伤害它们 然后事实上 我们就能很顺利的 通过这一个很混乱 很疯狂的生命 通过这个Sarani 这个疯狂的生命 走向另外一面 这个菩萨的房间 我们经过关顶的房间 经过戒律的房间 经过创造的阶段 经过一天四次的练习 通过完成的阶段 去到我们的庭园 我们不能一下子 就跳过去 我们不能跳过任何一个 我们要通过每一个 我们在这个房间之前 还有其他房间 但是我读出 跟这个房间相关的 三节经文 然后你们在下一节课之前 可以想 他说 Grant needs ever to be careful to stop the slightest wrong of the many wrongs we do and try to carry out instead each and every good of the many that we may bless me to perceive all that's wrong with the seemingly good things of this life I can never get enough of them 得鉴定解余 助罪恶业 即使身小 威信 已断除 一切三法 资良 习承办 恒常 谨慎 力行其加持 收入无厌 为一切苦门 轮回圆满 食物 可依赖 知其过花 而予 解脱乐 升起极大 气球 其加持 有比 清经信念 所隐身 政治正念 谨慎 不放逸 教法 根本 别解脱 利益 修护 以色 信要 其加持 四五六三节 这三节 可以给你一些 贴士是 这个房间里的玩具 是什么 然后他们代表的挑战 是什么 在你的生活里 可能是 让你生气的一些人 然后你就可以设计 如何 小心翼翼的 通过这些 很脆弱的存在 去通过这条路 而不是很容易 被他们弄到你生气 因为如果你 给出生气的反应 这整个房间都会 破坏掉 这是四五六三节 三节经文 好的 你还有两个房间 刚才提到的那些玩具 要怎么讲 是一个小的食品 一些小小的食品 谢谢你 没有问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 来到这里 还记得我们 上课一开始 你想到想要帮助的 那个人吗 我们种下了一些 不可思议的种子 这些种子 早晚会帮助我们 去帮助 其他生命 以终极的方式 去帮助他们 帮助那一个人 所以为自己 感到开心 想想这些散 就好像你可以 用双手 去拿着 一个很美丽的宝石 看看你的 正规的指引 你的导师 看看他们有多开心 然后 升起你对他们 更多的胆之心 你对他们的仰赖 请求导师 留在附近 继续指导你 帮助你 然后将这块宝石 供养给他们 这块善的宝石 看到他们接受 祝福这个宝石 他们 带着这块宝石 来到你的心里 在心里 看到他们 感受到他们 感受到那种爱 那种慈悲心 那种智慧 会在你的心里 一直指导你 这个感觉太好了 我们想要永远保持 所以我们分享出去 愿此树胜功德 回向法界友情 愿满福慧之良 成就 精妙二生 做三个深长的呼气 将这些相 送给你 这个人 分享给每一位 你爱的人 分享给 你听到过 你知道你认识的 所有声音 看到他们都充满了快乐 充满了 爱意 充满了善 你不知道这些从何 而这无所谓 愿此成真 时间刚刚好 谢谢大家 谢谢翻译们 你们很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特别都回向给你们 感恩老师 谢谢您的教授 不客气 老师请继续教我们 请留下来 我们周五早上见 拜拜 拜拜